王委員好 的條件下他可以申請非常上訴 那麼還有針對一些比如說金帳 那麼未來他在執行上 是不是可以執行死刑等等 那所以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針對今天最新的事件結果 行政院的回應是什麼 謝謝王委員的關心這個議題 就成如剛剛我們在回答 吳思耀委員一樣 遵守國際人權公約 以及完善我們的法律的 法律的正義的程序 這個是兩項重要的原則 所以行政院跟國人 都應該尊重大法官會所做出的 對這個死刑意見的這個決定 那這個決定呢 它是意味著死刑的制度 是原則上是核限 但在訴訟的過程當中 他若干有違憲之部分 因為他現在呢 其實重點未來重點就是 接下來三十七名 好這個死刑犯 因為他一直都沒有執行 那我現在具體的請教法務部長 那麼既然死刑是核限的 那請問一下 我們一直都沒有執行的 三十七名死刑犯 什麼時候才會落實執行死刑 請部長回答 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本部還是尊重 憲法法庭的判決結果 雖然死刑是核限 但是在三十七個個案中 他憲法法庭也是有提到 就是部分的一些的訴訟程序 或者說受刑人本身 我瞭解 他是有違憲的一個情形 被兩年內完成修法 所以我們目前會遵照 依照那個憲法 憲法法庭的一個判決的意志 那就這三個七個被這些的受死刑 來做釐清 對做一個審核嚴謹的審來提 好 那要審核多久 因為這三十七位 甚至有長達二十四年 都沒有執行死刑 也就是這些受害家屬 等待了將近五分之一個 對不起喔 四分之一個試劑 他還沒有等到他的公平和正義 好那現在你根據今天 憲法法庭做成的決議 你要釐清 請問一下 你要多久才能釐清 多久才能夠開始執行死刑 那這部分我們請最高檢察署來 盡數來做一個 盡數又大概要多久 要給 要給社會一個 一個回答 因為 如果按照這樣 雖然死刑核限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 用這樣關關卡卡 而不是讓三十七名的死刑犯 又一次得到了免死金牌 對不對 這個不是這樣的 這個三十七七位的死刑 您回答我 你們要需要多少時間 我沒辦法 我們盡數請最高檢察署 因為這個是 憲法庭 剛剛判決宣示出來 而且每個個人 我在這邊具體要求 具體要求 行政院法務部 盡快 這三十七名死刑犯 哪一些 合乎 非常上訴條件 哪一些根本不合乎 非常上訴條件 你們就應該 落實執行死刑 對不對 依法執行 對不對 院長我講的合不合理 報告委員 因為我人在這裡 我沒有看到整個的內容 不過我初步的了解 是針對那些真的罪大惡極的個案可以適用 每個案件的複雜程度不同 我們希望儘快的給社會一個 儘快給社會一個交代好不好 儘快給社會交代 不要讓大家以為 這個是拿了免死金盤 好第二件事情 因為按照今天憲法法庭所提出來的 這三十七名的死刑犯法 你們要必須重新檢視 他有一些可能合乎資格 可以去跟這個檢察總長去提起 這個非常上訴嘛 但是我在這邊 我也要正好我今天質詢 我要直接的說明的是 因為在憲法法庭說 如果這個是不是犯最嚴重之罪 而判處死刑 他可以請檢察總長提非常上訴 什麼叫做不是最嚴重之罪 我要特別講 三十七名死刑犯裡面 這裡面有好幾個案子 是殺警案 過去都有殺警案 讓整個社會付出沉重代價 我們痛徹心扉 所以殺警案 我在這邊具體的要求 殺警犯 檢察總長不應該再幫他提起非常上訴 另外這裡面 這裡面也有很多非常殘忍的去殺害 無辜女性 性侵之後 殲屍 然後甚至還去破壞這個屍體 這樣的案子 也不應該再去提起非常上訴 不要再浪費我們的社會資源 司法資源 所以我要講的是 今天雖然 有核心的一個決議 但是這些所謂的關關卡卡 不應該成為 這三十七名死刑犯 他的護身符 再次的別死金牌 尤其這些人神共憤的重大罪刑案 該執行就要執行 第三點 這裡面特別提到有關於金賬的部分 過去我們也看到重大的刑案裡面 以所謂的金賬 然後作為一個逃脫罪名的一個說法 藉口 也引起社會極大的反彈 民意無法接受 所以 未來有關於金賬的 他的標準 應該要有嚴格的科學認定 這當然是應該在司法院的部分 但是呢 這個不屬於行政院跟法務部的範疇 可是 我在這邊 也要去提出我們的主張 因為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公益 尤其這些受害人家屬 他的公平正義 應該在司法裡面得到聲張 好不好 院長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承諾 謝謝委員 我想委員這種飢餓如醜的精神 多數的人跟您是一樣的 沒錯 百分之八十都還問您說跟我一樣 我還必須要講一句話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問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一樣 所以我也請委員跟我一樣 如果我們要進入到整個 道法官解釋之後的後續行為 那會進入到每個個案 我們就不要涉入個案 我們既而如醜的精神是一樣的 不涉入個案的原則也應該相同 讓讓讓讓讓 我剛才講過案 殺警案 殺警 還要提前非常上訴 還要再審 那這種道理 好我不要亂費我這個 今天職權要很多東西啦 所以今天特別請 部長跟院長 做一個答覆 今天因為很多媒體 在等你們的答覆 所以 好你再花最多三十秒 你回應一下 好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盡速 請那個最高檢查 來就三十七案 來做一個審作 審核 然後提起非常的 嚴厲提起非常上訴 那再來就是 最高檢查來做一個審理 好這重點我剛剛講 所謂的最嚴重之罪 他因為這個泛泛 什麼叫最嚴重之罪 我剛剛講的 殺警是很嚴重 對不對 不要再以說 啊什麼 因為他這裡面包含說 何怡婷一定要一致啊 好才就是 如果沒有一致的決議 就可以提出 好所以在這邊 我希望今天的事件案 不是另外一個 其實就是 還是在做廢死 不做執行的一個 擋箭牌 好不好 好 那麼 請那個 法務部長請回 時間暫停一下 我請一下我們的 這包含 我們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請 法務部長對不起 法務部長 部長 繼續 內政部長 兩位嗎 對兩位 內政部跟法務部長 請備詢 好我繼續延續全民關心的話題 好就是打炸 詐騙已經無所不在 台灣多少民眾受詐騙所苦 為了打仗 我們成立打仗辦公室 成立打仗國家隊 然後花了大筆的預算 去提高宣傳的效果 院長我告訴你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你們行政院很好 為了要打仗 提醒大家 你們做了一個 好就是一個打仗的 一個儀表板 好就是每天告訴你 會整 從中央到地方 有多少詐騙的案件 然後有多少的財損 從8月29號上線開始 這個打仗儀表板 每一天所顯示的打仗的 就是詐騙的數量 跟詐騙財損的金額 簡直嚇死人 你來看 8月29號第一天上線 整個的打仗儀表板所顯示的 財損金額達到4億 超過4億 到了9月3號 這個大概是一個高峰 超過了5億 在昨天 一樣超過了4億 好所以 我想請問一下 部長 好 因為我怕院長記不起來 你知不知道 去年 我們整體的 詐騙財損金額是多少 部長記得嗎 我不太記得 但是我知道大概是2萬多件 額度我不太記得 好 這個金額很重要 當時就說 去年財損金額達到88億元 創下歷史新高 財損金額88億創下新高 但是我告訴你 這幾天 短短的20天 上線之後 我們把它計算一下 財損金額已經達到80億元 短短20天 好 所以 所以 你讓我講完 這不是包 這是打造儀表板 是你們行政院的 也不是我 我把它弄出來的 我們現在 在整個的金額上面 六月 七月 八月 每一個月 都超過100億 按照這樣子的一個進度 院長 我是你的話 我會心驚膽跳 怎麼打炸打成 這個財損金額 繼續的上升 這個詐騙集團 根本 太猖獗了 根本不怕 所以我今天 如果 我要送你東西 我要送你什麼 我要送你一個白旗 為什麼 難道我們跟詐騙集團 這個灰白旗了嗎 我們難道投降了嗎 為何如此的詐騙集團 繼續的這麼猖獗 我們在上個會期 我們全部的支持 在野的那個政黨也一起支持 打炸司法 我們希望他趕快發揮功效 所以我們不想看到 這樣整個的詐騙全線的崩潰 所以在這邊特別提醒 包含我們內政部 提醒我們法務部 打架現在我們還需努力 不是通過法律完就結束的 這點非常重要 另外 我們來看 錢花到哪裡去了 錢花到哪裡去了 我們最近 不管在電子媒體 電視 廣播 還不時的看到很多的 這個詐騙 反詐騙的廣告 我們政府花了大錢 而以今年來說 包含行政院 包含警政署 包含法務部 我們在打炸的媒體預算 全部都大幅的增加 增加最多的就是警政署 增加最多就是 一百一三個一百一十四年 你編列這麼多的 打炸的媒體宣傳的預算 宣傳到哪裡去了 成果在哪裡 我們不可能說 今天我們一方面 民眾的荷包受損 我們納稅人的荷包也在施血 他的效果在哪裡 這個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然後 報告委員明年我們會全力的來執行這個預算 因為這個 好 民眾多是明年會開始執行的 執行的過程 我希望能夠得到大院的支持 我們向大院詳細的報告 院長 你這樣讓我怎麼支持啊 花這麼多錢 一百一三年就是 一百一三年不甘你的事情啦 因為這個是 一千多萬 一百一十三年一千多萬 沒錯 就是現在 對啊 我都一直說 當你 我跟你講一百一三年就是增加了 一百一三年就比之前增加了 然後 你們現在 再再再大幅增加 我告訴你 我現在好接下來 我為什麼要講 我們今天不能夠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政府花這麼多錢 結果詐騙集團賺飽飽 我直接講 也不能夠讓特地媒體 我直接說綠媒不應該賺飽飽啊 我在 這是在你們上任之前 我就曾經去統計過 這是一百一十二年度 好這去年度的執行 當然也不是你們在執行 可是光是 反詐騙的 是拍攝 媒體行銷 包含你們這麼多部會 行政院 刑事警察局 法務部還有包含金管會 金聯合金管會沒有 全部 百分之九十四的預算 集中在一家媒體 民視 這就是 我們最近一直在討論的 為什麼政府的 預算行銷 預算行銷 媒體行銷的 預算 如此的集中 我現在啊 還有一些資料 人家在跟我 跟我 在在爆料 集中 剛才院長之前也講 好這個政府 這政府的問題啊 所以你們在執行的時候 如果光是詐騙的 這個媒體行銷 九十四趴集中在一家民視手上 合理嗎 合理嗎 媒體公開採購 這是一個制度 啊怎麼這麼好呢 那如果 我要告訴你 為什麼他每年都可以 都可以集中在他手上呢 就像 這個制度是怎麼樣呢 啊 只有他最有興趣 比方說 體育的活動 體育的活動也是某幾家特別有興趣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如果 採購的制度 會形成不公平 我願意來檢討 別人對 來標政府標案沒有興趣 因為知道標不到是嗎 好 所以我這邊就是要提醒你 我在這一趴的質詢裡面 我最關心的是 我們現在不能夠容忍 詐騙集團 如此猖獗 我前陣看到 比如說 我們那時候說有很多的名人 好不管是政治的名人 財經的名人 好包含我們那個經濟部長 也是受害者啊 對不對 人家就是他的假的FB啊 現在有一些網紅 因為就是一些理財達人 也是一樣啊 就通通都被當詐騙集團 尤其因為大部分都集中在 所謂的投資理財的詐騙 所以 我們痛下決心 一定要 就是不能對詐騙集團投降 但是 我在這邊直接告訴 告訴我們院長 告訴我們部會首長 你們現在大幅增加的媒體行銷預算 我們愛難同意 如果你的執行是這樣子的話 這怎麼能夠同意呢 你要有這個成效才可以 好不好 在這邊 明年的相關預算執行過程 沒有 你包含今天執行 給大約一個很好的 警察周明 院長你不是明年才當行政院長 對不對 現在 現在有一些執行 你們也怪怪的 我直接說 包含你行政院下面 這個打炸預算 什麼一些預算 也是怪怪的 等我抓出來 我再告訴你 也許你不知道 非常奇怪 好 那個時間暫停一下 請兩位部長先請回 我請央行總裁 請總裁貝許 時間暫停一下 這個我沒有發言 時間暫停一下 好不好 委員好 總裁好 總裁啊 是 你們昨天公佈的 這個打房啊 第七波打房 這個效果啊 非常驚人 打房該不會打 該打 但是呢 這一波被媒體形容什麼 史上最猛 史上最兇 這個 往死裡打 的打房措施 那我要跟總裁 反應的事情 這院長也請 要聽一下 齁 基本上我要講 我 我很早認識總裁 我之前已經跑中央銀行 所以我極度尊重 中央銀行的獨立性 我不希望政治的 所干預到中央銀行 但是 這一次的打房措施 我必須要去反應 整個的民情 我們這次打房的萌藥 來的太晚 來的太猛 以目前來來看 總裁你們可能要去考慮到 有沒有濫殺無辜的狀況 因為你們現在在第二房 很快的從原來的六層降到五層 然後降到四層 這個非常快速的降低 但是大家都知道現在房價很高 那有很多買預售屋的 因為我的實驗 有很多買預售屋的 他可能這兩年前買的 所以他現在會面臨一個什麼狀況 另外兩層他籌不出錢來 他必須去退 退 按照現在契約 他要補房價的15% 所以 原來在之前 也許兩年前三年前 他買預售屋 然後現在開始要交屋了 他現在立刻面臨到 他這兩層的gap 他們補不過來 所以 他必須去退 好 那麼倒霉的是誰 倒霉的就是這些當年兩年前去買預售屋的 好 還有 因為你們到了現在自然人第二房 好 所以這個沒有寬限期 好我要講 原來 我就是有繼承主處 我們很多 可能在農中南部農村 我就有繼承這個主處 可是呢 我來到台北來打拼 來到新北來打拼 啊我不能買房嗎 我買房無限連寬限期都沒有 所以總裁你說要給他們一個lesson 好 給這些投資客一個lesson 可是很多人要不是投資 他不是投機也不是投資啊 對不對 你說自然人買第二房 他原來他在他的農村裡面 他繼承了一個主處 結果你現在買房 你把他當投資客 我打他給他一個lesson 不合理 好這個是一個 另外 我特別講說 不要去濫殺無辜 所以在這邊具體的 來建議中央銀行 這個在你們上次提的時候 我也跟你們央行 我忘了是業務局 他跟我講一大堆 後來果然那個問題一堆 你們應該訂出一個日出條款 也就是說 今天當央行有一個這樣的 一個嚴厲的打房 選擇性信用管制 你應該從這個時候開始啊 我買成屋也好 我買預售屋也好 我兩年前買 我很倒楣 我要一個月前買 結果我現在貸不到錢 我現在必須要去退 然後我立刻損失 他們何其無辜啊 是他們在炒房嗎 當然不是啊 我現在在那邊講 誰在炒房 辛勤安 我真的很生氣 今年為什麼央行這樣子打下來 就是因為今年漲得太兇嗎 辛勤安從去年八月被推了以後 從南到北 最少都漲五趴了 台北市漲五趴 新竹縣市漲十一趴 就是因為今年漲得太多 漲得太兇 辛勤安推升了房價 成為整個房價上升的元休 結果 別人倒霉了 非常好財政部長上來了 退辛勤安的人出來道歉啊 蛤 蛤 退辛勤安造成整個現在的房價 一發不可收拾 然後央行現在重手去打房 總裁我在這邊跟你預告 這次打房會成功啊 房價會 一定會 一定會有反應 但是我要講的是 我們不能坐在冷氣房裡面 就如同那時候是現代令 說有沒有現代令 沒有沒有現代令 可是有沒有呢 我們都接受很多的陳情 有沒有 有啊 而且這個現代令 你們最近趕快去做了一些補救措施 我在這邊可以預言 半年之內 會再出現 貸不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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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現在都滿水位了嗎 你們銀行通通都滿水位了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希望在這一波的打房措施裡面 能夠 能夠去考論到這些 他們並不是在炒房的投機客 投資客 好不好 總裁 可以嗎 讓他們教他們一個 lesson 有的人很倒楣耶 他有沒有在炒房 我們會 我們會持續的來檢討 好不好 拜託總裁 好 那個時間暫停一下 再請一下我們的經管會主委 委員拜託這個新興安的部分 能夠讓 我沒有時間了 對不起 您說的這樣的 書面 書面 我跟你講 你們當時新興安就是那個 就是炒房元 修個大的 政策應該大家 委員您很清楚 我們在財委會 我們都很清楚 是 好 我們的政策 另外我為什麼在講一些金融性的 我們在財委會 但是我覺得這滿重要 今天在金融界 大概吵得除了這個 總裁可以請回 總裁這個 引起最大的這個 因為影響很大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就新光金要被誰變 花落誰家的問題 這個我也有跟這個 主委 有討論過 今天中信金已經宣布 他們放棄 民不語管鬥 對不對 我現在要講的 我昨天 是昨天我也跟你講過 我們有關於併購的政策 要公開要透明 要公正 你們怎麼說 你看中信金搶清拼翻盤 來看下一列 拼翻盤 經文會怒了 懷疑 懷疑就是反對 主委我當 當時就說 請問你們是哪一條法 說可以直接說反對 你人家跟你申請 你可以轉 你也可以不准 這是你的行政的職權 這是你的那個權責嘛 這是 但是你有什麼說 不用送了 懷疑就是反對 不必送了 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經管會有這麼大權力嗎 有關金控公司 他申請投資是根據金控法 第36條第二項的規定 第三項的規定 我們進行審 他可不可以送嗎 他現在的話 基本上 他本來就已經送了 對啊被你們博了 對我們已經 他要修正再送 不行嗎 我們沒有叫他補件 我們就是緩議就是不同意 我們在記者會 緩議就是不同意 好院長 院長 院長你不是那個學法 我雖然不是學法 可是我就會問主委 到底是哪一條法 我要講的 在這一次的合併案裡面 這個大股東也告來告去 我剛才前面講的 包含台信金有沒有違反金金分離 主委 我發文變成密件 到現在你不敢回文給我 我說你就白紙黑字說 已經台信金這樣透過控股公司 去掌控星光金的董事之後 再說我們兩邊合一 兩邊合一併購 這真的是很奇怪 好所以 請你趕快回文 還是你對那個法條的誤解 你趕快回文 我說我要白紙黑字 這白紙黑字就是要通行 天下都可以通行 我有跟委員解釋過 因為這是檢舉函 所以我們會用密件來處理 並不是因為 不是檢舉函 這不是檢舉函 人家都告到北檢去了 所以這件事情我要講的 我們所有的併購案 必須要公平公正 我們公平公正 而且依法辦 然後我要講的是 來 直接說 在這一次 金管會的作為 被 普遍被外界認為 有獨厚 台心經的嫌疑 而這樣的狀況 外界盛傳 是因為台心經有一個 超級大門神 好 就是 我們的前經義部長 王美花部長 這個 年薪一千五百萬 年薪一千五百萬 所以在整個的狀況之下 金管會 金管會竟然 突然 竟然可以 有關經濟分離的原則 你可以處 就是完全不理 然後另外 你們可以 人家要去申請 然後你說 反應就是反對 你看這是你自己說的 你們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權力 這是代表說 你不要進來了 是不是 所以 我要講的是 院長 在不管我們金融 或者是公營行庫 我希望不要因為 綠色門神當道 而變成無法無天 所以我今天講的這個金融 就是今天台心經 是不是有一個綠色大門神 守在那裡 第二件 好時間 有一點時間 另外第二件 不知道你知道嗎 我們其實在國防的預算裡面 我們會一直討 我們會非常專注去討論 有關前借國造的部分 因為這次是一次把它編主 然後在海噴號裡面 有三個主要的資助 就是包含黃曙光海軍還有台船 照理說 台船這次完成了海空號 接下來 台船不是應該有更重要的任務嗎 結果台船的董事長很好 我們經濟部長上來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台船董事長突然在無預警的狀況之下 比如說今天給他 給他一個公文 明天請他走人 為什麼 請問一下 台船發生什麼問題 如果你們覺得海坤很OK 國防部長不是在講嗎 我們 會完成什麼 明年就會完成測試 交件什麼都之類 不是台船造的嗎 結果台船造出了什麼問題 要讓他羞辱性的走人 為什麼 來我時間最後 我還要在這裡 還是要謝謝 鄧董事長的辛苦 結果鄧榮榮的離職 是因為 基隆市議長 也就是我們當今的總統的外申 完全無稽之台 同志偉 媒體去問他他不敢回應喔 他不敢回應 同志偉可以弄掉一個台船的董事長 一個重要海坤號 這個算是 讓他完成的董事長 委員你知道台船新任董事長的背景嗎 那我請問 為什麼鄧榮榮要走 他犯了什麼問題 他有什麼錯誤 他不專業嗎 他沒有完成海坤號嗎 蛤 不要收入人到這種地步 謝謝鄧董事長任內的 為台船的付出 你這句話好廉價喔 院長 如果今天 發案給你 明天 co.c.c. 還唸 別含 你們這是 為憶 好 金融市場的安定 你們要給我把我貼嗎 一個這個什麼財心金的門神 一個往北方可以搞成這個樣子 獨厚一家親口 太離譜了啦 你做到這種難看 大家市場都在看 院長有一些原則 你要把它守住 我們要容索住金融市的安定 好不好 不要來指大家這邊能過於真會 然後大家覺得沒有公益跟公正 好 我們時間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